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这人数最多的八野党 看来成大事 并不一定需要人多 九子朵极图从充满希望到彻底绝望 我们先来分析分析 为什么人数最多的八野党最后惨败 这八八哥名叫尹四 其母乃一包衣出身 原本身份卑微在家之一生 也没得到康熙皇帝的宠幸 在母一子贵 子平母贵的封建帝制中 显然尹四并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 有句话说得好 是得人美 八八哥印刺自强不息而勤奋好学 在众兄弟中早早便脱颖而出 实书记载 印刺这个人很有风度 向来礼贤下士 毫无皇子玩护跋扈之风 印刺这种平易近人的行事风格 确实为自己赢得了极好的群众基础 如此既有能力又具备人格魅力的阿哥自然 成为一些能力逊色的皇子们依附之对象 这一阵营包括皇九子印堂 皇十子印额 当然还包括后来的团体核心人物皇十四子印针 爱心觉罗印子四同四 为四一体字 1681年到1726年 吉允司徒印刺以自己较为亲和的影响 为自己争取了很多人才资本 起到了一定程度 弥补自己母亲出身卑微的缺憾 但是也同时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埋下了很大隐患 这隐患主要来自团体内部人员素质良有不齐 以及由于团结对象过于普及 导致早早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 如此在成为众人追捧的同时 也成为对手们的主要打击对象 成为众矢之地 致使导致关键时候总有坏事之人 其中是因为失忆而加入巴野党 那大阿哥印之就给印四平添许多麻烦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印之并非真心是一干外下风 他其实是来搅的 只是手段有些低劣 由于种种不尽如人意 在加之第一次太子被废之时 众人举荐印四 导致被康熙皇帝扣上结党营丝的黑帽子 从此印四继承皇位义武 可能 而后 随着印四的失忆 十四阿哥印真的崛起 这个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内忧外患导致了最终的败北 这还不算正是因为巴野党的强大 成为了继承大统的印真雍正皇帝主要打击对象 雍正皇帝宁可背负残害亲兄弟的骂名 也要将其一网打尽 所以巴野党的失败真可谓是惨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悬夜1654年5月4日到1722年12月20日 徒自毁前程的皇太子另一个倒在漫漫皇位征途的团体是太子党 说是党 其实真正和太子一条船 但只有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皇三子印旨 可惜的是印旨这个人学习成绩很好 但是政治智商不高 另外就这么一个朋友 太子印仍还要时不时的排解和打击 所以皇太子被众叛亲离 就是顺理成章了 印仍乃康熙嫡妻贺舍利皇后所出之嫡长子 再加之早早被立为皇太子 凭借如慈贤贺的身份 印仍已经占的先机 倘若他能学会韬光养贿 避免触犯少战皇阿玛皇权这一类的低级错误 相信他还是能够顺利继位的 可惜他根本不懂如何恪守太子本分 总想着尽早上位 结果总是被人利用 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索德图1636年到1703年 赫舍利士图电视剧 康熙王朝有这么一幕 讲述的就是索德图太子印仍的三老爷 发觉自己地位要不保 察觉康熙皇帝要对自己动手 于是就怂恿太子谋反 结果事情败露 索德图下了大狱 太子受到重则 地位岌岌可危 正式记载并没有说明太子谋反的具体罪证 但是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皇帝和太子闹反 太子第一次被废之时 就说过太子于索德图前某大事 似乎到处端倪 因此推断 事实应该与康熙王朝中讲述无异 只是电视剧演绎的更加精彩而已 其实 康熙皇帝对于太子谋反 这件事处理的应该是十分得体于到位 从处理结果来看 索德图被定位主犯被重置 而太子仅已被蛊惑 而从轻发落 如此既警告了太子 也维护了皇家之颜面 倘若此时太子能够体恋皇阿玛的一片苦心 从此改过自信 他还是有机会 可惜 从小到大没有经历如此挫折的应认 被这次打击冲昏了头脑 他一直信了与依附的索德图被打倒 身边再无出谋划策知能人 于是他开始铤而走险 进一步挑战康熙皇帝底线 包括他一次被废栽到重新扶正 他还是不知悔改 直至最终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落得求死高墙之内的悲惨结局 令人唏嘘 爱新觉罗印人1674年6月6日到1725年1月27日 土四阿哥成功之必然黄四子印 真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的获胜者 主要就是他成功避免了其他两个团体所犯下的各类错误 原本印真并没有多大的优势 他生母出身 平庸比巴阿哥印寺生母出身略强一点 早期并没有得到康熙皇帝之青睐 但是印真有他的优势 那就是没有什么明显是缺点 同时正是因为生母出身平庸 以及没有斩露头角的表现 将自己很好的隐蔽起来 他通过顿入佛门以及于表现 为是无争的姿态 很好地伪装了自己 如此自己不会暴露在众人之下 更不会成为众矢之地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团结对手 从而为自己获益 印真曾很好地利用了太子的复礼之事件 为自己赚取了大笔政治资本 除此之外印真能够取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团队成员的精干与忠诚 四野党的骨干成员 是同自己堂弟情深的十三阿哥印祥 我早在许久之前就写过文章 论述过四野党 最初极有可能是十三野党 也就是说起初印祥更为关键 但是印祥犯错 被皇阿玛康熙皇帝打倒宣禁 印祥硬生生将对名一人承担 很好的保护了 团队有胜力量印真 同时 从日后印祥的种种表现来看 印祥确实是一位既有能力 又懂得谦卑 同时还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好同志 比起八野党的那几位阿哥 属实强出不少 如此的强强联合 胜率自然是高出几分 雍正皇帝爱心觉罗印真图最后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懂得如何讨好皇阿玛康熙末年 老皇帝被皇子们争处之事 搅得不得安宁 其实从感情上来说 一个垂木老人相比于儿孙们成才立业 更希望得到家人们的关怀 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 在康熙皇帝到雍王府 此时印真为雍亲王爵位 后花园闲侠之时 印真抓住时机 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介绍 给老皇帝认识 康熙皇帝一生子孙众多 很多孙子都没有见过 而这一次的祖孙见面 可以说是决定了大清王朝 康熙之后的两代帝王 其中一个孩子名叫弘历 也就是未来的乾隆皇帝 弘历第一次见到黄爷爷举止 言谈都让康熙皇帝十分满意 而刮目相看 康熙皇帝顿时决定 将这个孩子恩养公众 正是在小弘历的陪伴下 老皇帝难得的享受了 短暂的人间天伦之乐 虽然没有始料证明 印真能够接班成功 就是因为自己的儿子 但是弘历的出现 确实让自己在皇阿玛的心目之中 提升了好几个当次 在皇位之争的最后时刻 印真在老皇帝心目中地位 可谓是节节高升 反观其他阿哥 却因为争名逐利 而逐渐被康熙皇帝所厌恶 如此看来 未来的雍正皇帝 无疑此时 已经是一只脚踏上历史之爹 所以说 雍正皇帝已能够继承皇位 可谓是顺理成章而实至名归 雍正帝书法图有人说 印真的胜出靠的是卑劣与印制 而且事后杀凶士帝 为后人所不迟 可是大家忽略了一点 这皇位之争本身就是一场阴谋重重 且伴随着血腥与残忍的斗争 当胜负已分之时 所有参与者们 各自的命运其实都已了然 作为我们独使的后人 大可不必 为失败者们鸣不平 投身这场赌局 都是为了争名逐利 正所谓一丘之河 哪还有好坏之分 摆谈青史系列 文 王金摆参考文献 青史稿文自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所有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考文献